今天我會和大家示範如何把一首曲拉得有趣 One Two 只有16個小節 我想利用這首曲去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拉一首Suzuki的樂曲 或者是一些大家看到的練習曲 一些簡單的樂曲 怎樣可以把它拉得好聽 不是說你拉得對的音準 拉得對的音 拉得對的節奏 你做得對譜上的指示 就等於好聽 其實這個是很基本要做到的 但不應該是你最後一個目標 也不應該說我要等我做得對的音準 那些節奏 你才可以去想一步 我經常都說 最重要的是你要唱譜 很多人唱 如果我只是用Suzvaname 或者是最簡單啦啦啦 可能是剛才那首歌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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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如果你是這樣唱 就算你唱得對 都是沒有用 因為它不能夠讓你明白 怎樣把一首歌拉得好聽 或者拉得有趣 會不會你試試看譜上面的歌詞 會不會給你一些靈感呢 譜上面的歌詞寫著什麼 Head Head 或者你是女生可以唱高過百度的話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大家不要介意啦 我們只是要看得很仔細 譜上面的第一個小節是一個兩拍 但是歌詞 第一個字 只是一個head字 我想問一下這個head字 頭 大家會說成 或者會唱成 Head 會不會這樣唱 還是 Head 就是會有一個音的尾 如果我們知道這一點 當我們拉的時候 我們還會不會 hold住這麼久呢 即使這份譜是這樣寫 我們應該不會這樣拉的 我們應該會 1 2 在第一、二個音之間 會有一個很短暫的停頓 而這個音本身是一個 Diminuendo 是一個小小的Diminuendo 即這樣才是 像我們去唱這個音 或者唱這個字 第二個小字 我們又會怎樣唱呢 我知道人人唱都會有少少不同 但我只是用這個 示範去做一個例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會唱 shoulders, knees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da, la, da, la, da 那我們又會不會 將這個小節拉成 會不會這樣呢 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 太連貫了 是一點都不像我們會唱的風格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是兩樣東西 有肩膀 有膝頭 shoulders, knees and 其實是很有趣的 首先是頭先 然後到shoulders, knees 就不是四個音都一樣重要 我們不會將這四個字唱成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我相信不會 所以我們又會不會 在公法上可以 有少少變化 令這四個音出來的效果 比較活潑一些 有趣一些 除了公法之外 articulation又如何呢 articulation就是我們怎樣去拉一個音 到底它是很乾還是很連貫 是乾成怎樣呢 是否乾得來又很短呢 那我們要唱 啦啦啦啦 我們覺得好不好聽 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 如果兩個上弓呢 是會比較活潑一些 可能第一個音 那個兩拍呢 不要用到弓尖 一 只是過了中弓少少 然後上上 第一個音 還有第三個音 都會稍微有些力量 那別人就會聽到 音樂呢 或者藝術呢 就是要講變化 這個變化呢 是不會仔細那頭 不會多那頭 對比不會嚴多 就算一個小節裡面 你都應該要有重輕 有強弱的 可能你拉的時候 你未必感覺到 但是別人聽的時候 又會知道 不是喔 你有用心 你是想給我聽些什麼 你是想 第一個半拍 第三個半拍 是明顯一點的 所以 Head shoulders knees shoulders knees 可能會問 為什麼你會選擇 上上的呢 為什麼不可以順著呢 為什麼不可以 上下 上 上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我要 不跟譜 要上上呢 在小提琴上面 重輕是有對應的功法的 我們說重 就是 肯定的感覺 肯定的感覺 一定是用落功 就不會用上功的 很少很少用上功的 如果我們 不在這裡上上的話 那些功法的重輕 就會整個小節都調轉了 就會變成 輕的拍子 或者輕的音 你是用了落功去拉 你很難做到輕的效果 全部是 好像變成流行歌 就變成 刻意 第二個半拍 第四個半拍 就會變成很重 那我想儀歌 沒理由 會有這一種 我都不知道叫做什麼 拉完一個兩拍之後 跟著又有兩拍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 如果用上的話 那就變成跟第一句不同 因為我們說樂句 不是一個個小節去看 樂句通常是兩個小節 或者四個小節 唯一句的 那這一首這麼簡單的歌 就是 頭四個小節是一句 好 那一句最後是 樂功 那接著如果 下一句開始 用上功 那就 跟 開始的時候不同 如果大家記得 第一個音是用樂功 那沒理由 第二句 即是沒有理由 是可以的 可以用上功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大家 喜歡不喜歡 不跟回 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是很堅持 這個音 head 這個字 你是要用樂功的話 那我們就會 樂完功之後 在一個toes 就會 拉短一點 然後有一個retake 然後跟回第二三小節 第一次的功法 那我們看看第二句 慢一點 小小 one two head shoulders k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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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這四個音 是兩個音 兩個音 兩個音 一功 是連功 有些雜聲 我絕對可以這樣拉 是沒有錯的 但是 我們看一下歌詞 是怎樣寫的 toes and 那個音 是有兩個 是一個c 是一個b flat 但是在歌詞 是一個字 toes and 那我們看一下小提琴 如果我用這種指法的話 我用一把位 2 1 1 0 3 大家覺得像不像 剛才我說 或者唱 toes and 大家聽到我唱的時候 或者你可以現在嘗試唱 其實是有一點點 了 多 滲下去的感覺 但是如果 我用這個指法 或者最簡單的指法 好像做不到這個效果 是很乾淨 但是我們不是唱到 to to toes and 我們不是這樣唱的 如果我們真的很想 做回唱歌 一樣的效果 我們有沒有一個指法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可以上去 D 上去三把位 用D 這個滑音有點不準 是否有點像 是否比較像 比起第一次 比起 比起 這個是很冷冰冰的 四個很準 但是一點都不像唱 toes和and的唱法 相比這個 當然這個好像有點冒險,會不會比較容易不准 可能會的,可能會不准的 大家聽我第一次拉,我們有一點不准 但不是這個有趣很多嗎?不是好玩很多嗎? 如果拉這首歌純粹只是為了音準,純粹只是為了正確 是一件很沒意思的事 你拉對,拉錯,小朋友其實不是真的那麼介意 但如果他看到你拉是一點都不落在其中 他就不會真的一起玩,一起唱 所以大家或者我自己,我覺得如果在指法上 可以試一下這些就這樣看,好像有點冒險的指法 但其實是有趣的 我肯定,九成九的人,如果叫他拉這個旋律 他會用一把位搞定,收工 出了一個E弦 我想問一下,小朋友會不會有那麼尖的聲音呢? 會不會有那麼刺耳,很清楚的聲音呢? 可能他們會尖叫的時候 所以這裡會怎樣呢? 試一下A弦,上三把位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把位 如果我們不學把位的話 我們就只有E弦 一把位,一手指 但如果我們懂把位的話 換把的話 我們可以用三手指去按F 然後又是兩個音,但用一個字 Mouth and nose Mouth and nose 就算我們是A弦,但如果用四、三、二、三 也不是很像Mouth 那麼我們有沒有設裸的聲音呢? 可以用一點輕聲呢? Bon Pero No No B 所以我一手也有 pathogens 所以是C 四修指 三 一個沒B 然後又是retake 纯粹是一个建议,参考给大家 或者是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是G言 G言和A言的对比比起D言和A言更明显 当然你又不要拉得很恶 但是很难得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用到G